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本宣布投降后 苏联把战俘直接拉回西伯利亚干苦力 最终累死 饿死 加上冻死和病死的日军俘虏最少有二十万 这还是对外宣布的数字 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 据幸存的战俘回忆 第一个冬天就死了五万五千多人 战场上不要命的日本士兵被苏联几年就调教得像个绵羊 要说最狠的还算不上苏联 澳大利亚才是真正的王 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日本俘虏一说 只要见到日本人 只有一个字 杀 日本投降有二十万俘虏 澳大利亚硬生生地杀了十七万多 几乎杀光了日本俘虏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非常少见的 当初澳大利亚是要日本总赔款的百分之二十八 总计金额五百四十亿 就是说光澳大利亚就要得到一百五十亿 最后澳大利亚一分都没有要 用十七万多俘虏的命抵了这些赔款 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就是菲律宾 光一九四五年在菲律宾就有五十二万日军死亡 战后赔款上菲律宾更狠 起初菲律宾开口要八十亿 还当着世界的面放了狠话 不答应就杀光俘虏 并且当时就杀了十四个 以后每天杀十个 直到日本答应为止 后来美国看不下去了 出头找菲律宾商量 最终软磨硬炮同意去掉一个零 赔款八亿 这是日本赔款最多的国家了